一般肝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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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炎症其實在門診室 算很常見的 那肝炎症大部分就是 比較嚴重的病人 因為一般肝炎症 可以分成比較輕微的 還有中度的 或者比較重度的 大部分就是會有合併一些 眉膚式的疾病 所以眼睛就會很乾 在整個表現就是 覺得他生活上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然後覺得工作上 也會有一些 對於他日常生活 或者是他工作上會有影響 所以比較這種 嚴重的病人 尤其很多是有合併 像這種免疫風濕的 肝炎症的病人 他們的狀況會比較嚴重 那這些的病人在生活上的影響 工作上確實造成他們 很大的困擾 民眾在確診有肝炎症之後 會使用相關的 要用的藥水 以及人工淚液 去進行舒緩症狀 一個不適感 那醫生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剛剛說過肝炎症可以分成 比較輕微的 那臨床上我們再把它分成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第四集 所以用藥什麼時候要用藥 如果在初期第一集的時候 我們其實會推廣的是衛教 就是說如何減少肝炎症的一些症狀 如何避免一些肝炎的狀況 譬如說我們就建議病人 如果說平常我們看電腦的時候 要記得眨眼睛 然後要有適當的休息 然後如果說你的那個 尤其現在電腦都是在冷氣房 那你那個出風口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環境的濕度要注意一下 那當然本身的一些 譬如說休息、睡眠也很重要 還有就是說你的 有沒有合併其他的內科的一些藥物 譬如說你有在吃一些抗主治安 或者是說你本身有用一些 那個身心科的藥 有時候可能會讓你的整個狀況 肝炎的狀況比較厲害 所以我們在比較初期的時候 一般就是希望我們的病人 就是減少一種肝炎的狀況 從身體的保健開始做起 初期的時候可能你這樣子的調整 然後適當的休息、適當的眨眼 說不定你可能也可以症狀得到環境 也不一定說一定需要得到人工淚液 如果說你這樣都做得不錯了 還是覺得不好的時候 那沒辦法 我們淚水還是少 那還是少怎麼辦 就只好借助一些人工淚液 人工淚液目前它的製劑上 當然就分成水狀、凝膠的 那還有就是藥膏的 季型是分成這三種 那三種的季型其實就跟它的黏著度、保濕度的時間 是有關係的 有一些病人會有疑慮說 我點了人工淚液 是不是我自己的淚水就不會再製造 其實是不會的 那我們自己的製造是一直持續製造 只是肝炎症的人 它可能就製造的量少 或者是說 它其實製造的量還好 它蒸發太快 種種原因的結果就是它的淚水就不夠了 那我們這樣的情況 我們是提供用那個人工淚來保濕 不會抑制我們的淚水的製造 要選用哪一種 就是我們會看臨床的症狀 然後點尿的頻率也是看症狀 譬如說你很乾 那你可能就一天點個三次還不太夠 你要可能點到比較多次 那在點的比較多次的時候 我們剛剛說劑型是分成水狀、凝膠跟藥膏 那你點的如果次數比較多的時候 我們要考慮這個淚水的工淚液裡面 它所謂的防腐劑 一般這樣一瓶的一定大概都是蝦蝦防腐劑 可是如果我們像很乾的人 或者是點藥的次數要很多的時候 你可能而且角膜我們自己本身的狀況不好的時候 我們就要考慮說這樣的話會不會合適 是不是要減少這個防腐劑的劑量 所以你可能就是最好點藥次數很多的人 要選擇用那些沒有防腐劑的人工淚液 或者是說你可能穿插著點 不要中中點這個有防腐劑的一點點七八次 可能你點酒會有問題 最近新聞提出來像是很可能血清的藥液水 這個比較新的一個技術 可以請醫生對你這一題去做一個延伸的回答 為什麼會有血清這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其實我們剛剛說 我們點的人工淚液所謂叫做人工淚液 它目前做的沒有辦法做到我們自己跟自己的淚水一樣好 因為我們的淚水裡面除了水以外 還有很多的是營養成分 殺菌成分 它提供我們眼睛一個很好的健康的表面 提供我們很好的養分 那在目前的人工淚液的做法裡面 它就盡量是做到 我們覺得保濕啦 字體血清 意思就是說抽自己的血 血液抽起來以後 我們去做離心 把離心不要血球 我們要上面的血漿 那血漿當然我們會稀釋到一個適合的濃度 我們的字體血清 它就是提供這個養分 來重建我們那個眼表的健康 或者說你點的次數要很多 或者是說你這樣子點效果不好 我們的眼表面不管是睫毛表 睫毛或腳表皮 還是很不好 很破皮 那需要一些修復 那我們就需要考慮點自體血清 提供這些我們在修復的時候需要的養分 然後來重建我們眼表的健康 好 對於初期的肝炎症的病患 就是症狀還是較為沒那麼嚴重的病患 會建議使用熱膚去緩解不失肝嗎 熱膚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自我的那個保健的一個方法 因為其實我們肝炎就是分成大分成兩大類嘛 所謂的眼睛肝就是可能是缺水 水比較少 或者是說水其實還好 可是蒸發太快 不管是源頭製造的少 或者是你蒸發太快 反正兩個結果都是變成 就是淚水就是少就是乾鹽 那當然我們來講水少 一般就是補水 就是補充美容的液 或者是更厲害就是補充自體血清 那如果說是蒸發太快的時候 那第一蒸發太快 一般我們在看好它的原因 有很多就是跟我們的減板線有關係 因為我們的淚水就主要分成三個部分 那最外的叫做油脂 然後中間叫做水一層 然後最裡面是鹽毛粉 鹽一層 那這個是缺一不可 哪個部分有問題就會造成我們這個淚水的不健康 所以我們在做熱膚這一塊 熱膚這一塊其實就是我們促進我們的減板線 讓它的主在減緩 所以我們在跟眼淚其實都很建議病人做自我的熱膚 就是一天大概用熱膚的十分鐘左右 那溫度的話大概就是四十幾度 那當然有一種股線是濕氣的 股線是乾的 你看你覺得哪一種效果比較好 那有水是不錯 那有些人如果不方便 那也有一些是熱膚的乾水都可以 那乾癌症 你現在目前確証病患來說 較嚴重者 是否需要進行手術的必要是 譬如說我們覺得它的水不夠 我們想要保存一些讓它不要流失 那我們會做肋管塞 也是算一個處置 不算算手術 就是用肋管塞塞住我們的肋墊 那我們的流淚是從肋肋點流到肋囊 然後流到肋腔 那我們是用肋管塞來塞住 不過對很嚴重的肝炎症的話 我們做了肋管塞塞以後 它的症狀都會覺得比較好 比較改善 不過前面的一些用藥都用了以後 它還是留在訪的時候 手術也是一些考量 那譬如說如果說我們要幫助它修復 或是怕它破的時候 我們可以考慮做羊膜的移植 另外一個叫做鹼板的縫紅 鹼鹼的縫紅 就是說我們已經張開了 這樣就布布在外面就會蒸發 那對於乾癌症的人 如果說它真的是太乾了 或者是它的傷口一直不好 那甚至到潰癢到快破的時候 不得已的時候 我們要把鹽鹼做縫紅 當然不是全部縫起來 減少我們眼睛曝露的一個範圍 然後讓乾癌就會情況會改善 那對於眼角 如果是嚴重的像潰癢的人 我們做鹽角的那個剪板線 剪板就是鹽鹼的縫紅的話 這乾也是會幫助的 那一般病人會聽到類固醇的時候 會比較害怕 就是點了類固醇會不會有副作用 當然我們知道類固醇如果點長期 或者是沒有最終 它確實是有一些副作用 像板液障、青光鏈 這些都是它可能的副作用 不過對於乾癌症 如果需要它是發炎的 我們是需要給它抗發炎的藥物 對於抗發炎這一塊 在乾癌症的治療裡面也是很重要的 治療階段的乾癌患者 希望醫生可以再補充一些 相關的注意事項 或是一些正確的方法 用眼的時間 第一個當然就是工作很忙碌的時候 還是得自己要自我的休息 那我們平常 預防乾癌的話 第一個當然就是適當的眨眼 因為我們在很忙碌的時候 很專注的時候 我們就會忘記眨眼睛 那眨眼其實對我們來講 眼睛健康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動作 還有就是我們生活上 因為現在的生活可能將睡眠都不好 睡眠休息是對於乾癌症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有適當的足夠的睡眠 你的眼睛才能夠恢復 那你平常日常的 白天的乾癌症的狀況 會改善很多 還有當然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有合併您 其他內科的疾病 內科的一些 每一封師科的疾病 你要一起照顧 如果有的話 一起治療的話 你對你的乾癌會改善 好 那謝謝醫師